其實證照考試的時候他不會考到 因為他的那個 那個題目都是用英文的 所以不會有中文的 亂碼問題 但是這個問題你們將來 不可能說你所有的標題 都是用英文的 所以如果你假設要解決這個問題 像我剛剛一執行 你們把那個Title改折線圖 這個出來就變 三個框框 那這個問題基本上就是執行 那怎麼解決 其實我在雲端上面其實 有放了一個解決的方法 在第十二個單元的 比較下面吧 最下面這裡 最下面大概在哪裡 這個是解答 不在解答 在第十二個單元的下面 十二個單元 第十二單元的下方 這邊有一個是 在第十二單元解決中文 亂碼問題這邊 等於是在第十二單元的第十八一的地方 你會發現 將來你用英文不會有問題 但是你用中文就會有問題 當然你不能說 將來我畫圖 那我用英文的不行吧 那怎麼辦 其實有個簡單的方法 其實有個簡單的方法 這邊有步驟 第一個的話 就是你要先找到你的字型 那主要問題是這樣 因為它那個 Mate Prime Lab 它其實 用的字型是它內部自己的字型 而且是只有英文字型 所以我們必須怎麼樣 把我們 就Windows裡面的那個字型 它叫TTF 有沒有 字型檔有沒有 抠到它的 它的那個Mate Prime Lab底下 然後把它的設定改成 預設的字型 用我們的標開 我們標開一題 當然你也可以改成其他 像微軟正黑 它怎麼 怎麼複製 第一個的話 這邊有步驟 第一個 我們先到C點底下Windows裡面的Form 你可以直接Ctrl C 然後把它貼到哪裡 貼到我們 隨便開一個路 隨便開一個目錄好了 檔案總管上面這邊 你把它貼上 貼上 C點底下Windows 底下的那個Form 就字型的 Enter一下 那你可以看到 這個 字型裡面的話 那其中的話 你把它拉到最底下 這邊有一個是 微軟正黑體 還有標開一題 我這邊放例是用那個標開一題 比如說我今天 要解決那個 圖浪碼的問題 那我先找到這個反體 就標開一題最下面一個 把它按右鍵複製一下 複製之後的話 把它貼到哪裡去 我底下這邊其實有一個設定 第二個的話 找到C點底下的 Python的38 所以其實你乾脆把這個路徑 一樣 Ctrl-C 然後Ctrl-C 我在建議你另外 在這個檔案總管這邊再另外開一個目錄 再開一個那個檔案總管 我喜歡按右鍵 右鍵這邊有一個檔案總管 再開一個 然後把剛剛的路徑貼上 貼到那個上方的往這邊有沒有 這個就是MagicPlyLab 它放那個TTF 自行的位置 那我們只要怎麼樣 把剛剛的那個標開一題 把它複製過來就好 所以標開一題 複製最簡單就拖拉 拖拉過來 放開 有沒有 它就過來的 所以我剛剛把它拖拉過來 理論上 或者你複製貼上也可以的 它會出現有一個叫什麼 K開頭 Kaiu.tdf 這個檔案 這個就是標開一題 所以記得把它摳到 哪裡呢 這個MagicPlyLab底下的這個TTF的路徑 好 這第一步完成了 那第二步的話 怎麼修改它預設的字形 第二步哦 所以我們再來看一下 那詳細的步驟 你們可以參考雲端百版上面的第19頁 再來的話 開啟這個 這個路徑 這個路徑應該在哪裡 MagicPlyLab底下的什麼 這個這個路 這個資料夾 這個資料夾裡面 你可能要開啟 這個檔案 我們來找一下 這個其實在哪裡 在TTF的上面 上面的這一層 MPL 1-DATA 你可以看到 會找到有一個檔案 叫做MAT MAT PLOT 什麼 LIBRC 按右鍵 用那個 NonePay++把它打開 因為主要我們要設定它的修改 把它的那個有一個設定 什麼設定 就是字形的設定改掉 哪一個設定呢 就叫這一個 所以你可以尋找一下 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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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可以CNOLD C 一 意思 它預設的字是只能有英文 那我們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用標凱體 這樣子英文跟中文都可以正確顯示 應該可以懂的意思嘛 所以我們就在打開做CNOLD F CNOLD F就尋找 CNOLD V就是貼上 請你幫我找一下 FORM FAMILY 冒號 找一下應該有啦 在這裡 OK 所以我們後面這一串 它本來是用這個 SAMS 什麼 SERIF 這個 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那個 標凱體 標凱體就是 這個 DFKAI 1-SB 記得哦 字標貼錯 CNOLD C 這個我會特別找 因為它名稱 跟它的檔名不一樣 它的檔名跟它這個 字型的英文名稱 不一樣哦 所以請你一定用這個名稱 那當然如果你用微軟中黑體 你就複製這一個 我用這個標凱體 把它CNOLD C 貼到哪裡呢 貼到剛剛這個檔案的這個後面這裡 FORM FAMILY把它蓋掉就好 有沒有 它後面這一串 貼上 最後把它SERIFE 存檔 這樣的話就完成了 OK 好 完成之後的話 接下來我們來試試看 這次把它關掉一下 好 那設定好了 接下來我們就要確定說 我們跑出來的不會是框框 一定要是折線圖三個字 好 跑一下看看 這個地方 子欣 F確定是不是要重新開的 看一下 它還是框框 所以哦 應該是要重新開 SPAI的 所以這個可能把它關掉 然後這個我看到嗎 這個不要存檔 OK 那你把它關掉之後 因為它重新再載 載入剛剛的設定 所以哦 如果你沒有重開 SPAI的的話 它的設定就不會重新漏 OK 所以我把這個地方 在SPAI的重開一下 確定一下 理順上應該這樣OK了 那把它執行一下 執行 看一下 看會不會成功呢 哦 有沒有看到 感動的時刻 這個 折線圖 真的 啊 其實按照我的步驟做就好了 因為網路上我也找了很多 每一個地方 它身邊也都不太一樣 而且我說過很多 最後你做半天 欸奇怪怎麼還是失敗 怎麼還是失敗 這個方法是絕對會成功的 你們可以Google一下 Mesprilab 什麼 中國內瑪問題 哇 每個網頁交都不一樣 最後我發現用這個方法最簡單 OK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我再把重點講一下 第一個的話 你們可以參考那個第十二個單元 魚端白板第十二單元的 最下面應該是第十九頁 十九頁這邊就有步驟了 一 二 三 四 四個步驟 第一個步驟呢 你先到那個 這什麼 就是字型 你可以按右鍵開 開那個檔案總管 然後把那個字型 所以你可以用複製貼 所以這邊其實都可以用複製 Ctrl C C 到縫尺 Ctrl C 然後把路径貼上 這樣比較快 貼到這裡 那你有看到那個標台底 這個不要動 然後再按右鍵 再去開另外一個檔案總管 然後再去抓這個 C 底下這個TTF Ctrl C 有沒有 然後另外開一個檔案總管 上面再 OK Enter一下 那你就直接把那個標台底 直接就複製過來 它就會有了 複製過來就對了 好 第二步的話呢 就是再到那個 TTF 如果你複製過來的時候 你就複製TTF的前 前兩層吧 你就切到哪裡了 從TTF 現在是字型 然後 切到這個目錄 它的前兩層 叫 MLP 1-data 把它點一下 有沒有 這邊就有個檔案 叫什麼呢 M-A-T-P-L-T M-A-T-P-L-T 然後記得喔 18日的重開 就完成了 但是我是覺得這還蠻重要的 因為將來如果你不會這一招 你 你就只能夠用英文的標題了 你中文就一定會顯示失敗 那不對啊 然後你將來一定很多地方也是需要顯示中文的 所以這要改一下 你如果不改的話 那你只能用英文的 主要原因是因為他提供的TTF那個字型檔 只是佛英文的 那你想說老師他為什麼不拿一個中文的 他才不會管你那麼多了 因為他主要的客群應該都是英語系的吧 OK 所以如果你要解決這個問題 你就另外自己再把那個標開體放過來 這樣都OK了 那你想說老師那如果我不喜歡用標開體 那我可不可以用微軟正黑體呢 也可以啊 那怎麼做 其實也是一樣啊 如果你想要改正黑體的話 你就是一樣你複製的話 就是複製那個微軟正黑體 複製過來 他複製過來好像名稱叫這個 叫什麼MT 他有三個 不過沒有關係 將來如果你要改的話 一樣改這個檔案 那把這個名稱 改成叫這個 我這邊好像在第19頁這邊一樣 有825微軟正黑體 就這個英文名稱 記得這個英文名稱 Ctrl C 複製的時候 不要多一個也不要少一個 應該多一個少一個都不行 OK 然後把它貼到哪裡呢 貼到 把剛剛的 標開體 蓋過去就可以了 風飛文名帽號 改成這個叫MICLEOSOFT 什麼 捐黑 有沒有 好 那把它存檔 那一樣 你必須把這個Spyder關掉 然後重開一下 重開之後的話 當然呢你的設定 因為我剛要改成那個 就是 微軟正黑體 然後呢 打開之後呢 剛剛的 標開體 應該就會變成 這個微軟 中黑體 OK 執行一下 有了 有沒有 折線圖現在變 中黑體了 一樣的道理 反正將來如果你要犯別的字型 但是前提你要知道那個字型的 英文名稱 它有的時候 那英文名稱 不見得會跟黨名一樣 那你可能要自己去查一下 如果查得到的話 那你就可以改正任意的TTF OK 那未來Mate Prilab 它會不會修的這個問題 我想理論上 應該是不太可能的 因為這個問題存在很久 OK 所以變成說這個可能還是要手動 去把它做一個更新 OK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把那個中文的 這個問題解決